退府会颁证大学以上荣民子女奖助学金 东南区的场次 11号是在花莲荣家中正堂举行 并且由退府会副主委李文中颁证 近百位的学子也收到这项奖学金 为了鼓励更多旧学中的荣民子弟 退府会今年特别扩大区分北中南东四区 举办荣民子女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东南区场次11号在花莲荣家中正堂举行 由退府会副主委李文中一一颁证奖学金 近百位学生及代表出席的家长来受证 而今年的荣民子女奖学金 更是从原本每人2500元提高到公立学校8000元 私立学校1万元 人数也增加 就是要鼓励更多认真上进的荣民学子 公民怎会比较少 公民的活动比较少 对不对 要学会比一点 还有另外刚刚有好奇 你比助学金又连接学金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就要感谢 感谢我 你就是领教华金 不能领助学金 助学金大家都有 接学金就要用币的 币省省 我感觉不利啊 我们助学金将一次一万八千 假如是大学生之一万 对不对 我先你可以同行 你也在同行量 助学金是等 我们特别会交给大家 假如是特别的先键 所以别太同行量 副司委李文中也表示 以往荣民的就业不稳定问题 今年已经降低 未来会持续媒合荣民就业 协助荣民找到适合的好工作 我们稳定就业 就是说荣民他找工作不容易 找到工作以后 我们发现一半的人离开他的位置 三个月以后 一半人离开他的位置 我们做了一些努力 今年到十月为止 我们做了满一年两个月 离开的人是八% 我们从以前三个月一半的人离开 到现在我们是一年两个月以后 一半的人才八%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努力 那怎么让我们的荣民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只有荣民下来以后 军人退下来以后 他能在社会找到好的工作 我们年轻人跟家长起来 今天去当兵 颁奖典礼上 余慧来宾和寿政的学生家长一起观赏 以五位荣民捐款世纪故事所拍摄的微电影 希望年轻学子接受补助的同时 在学友所成之后 可以效法荣民北杯 奉献一己之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借刘弥盛花莲市报道 一步 一步 二步 一步 一步